持續帶您來關心屏東工廠惡火奪走四位消防同仁的生命 那其實從一大早的時候呢 陸陸續續都有他們的親友以及同學 來到現場這個追思會現場這邊 為他們上香致意 而稍早我們也有遇到一位 他過去曾經是高雄左營新莊分隊的小隊長 他表示說其實在十多年前他還是小隊長的時候 隊上就有兩名消防同仁 同樣也是因為救災而不幸喪生 他回憶起當時的事情感到相當的難過 帶您來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真的是切身之痛 92年那個新富邦發生的時候 我們兄弟進去 那個新富邦家居倒塌 瞬間倒塌 我們那些弟兄也是沒辦法出來 就兩個弟兄那時候犧牲了 我們KTL小隊長表示 當時他兩名同仁 就是因為有一場家具行的大火 導致兩名同仁不幸的喪生 他也希望未來類似的事件 真的不要再度發生了 而他聽到這一次的工廠惡火的事情的時候 他也是覺得回憶起當時的情形真的很傷心 因此也是特別來到現場上傷致意 那另外呢 明陽國際的董事長劉安浩呢 他昨天下午召開眾訓記者會 表示其實呢 他們有對往生的員工家屬進行慰問 那稍早我們也有遇到就是其中員工的家屬 不過家屬他們表示說 並沒有對公司說明什麼事情 沒有表達任何的意見 因為說再多的話也都換不回親友的生命